老人機車主 造成我們史上最嚴重的 五大造死人 早上就遇到 機車沒有再轉 就直接 直接過來 對 妳有嚇到 有嚇到 我來閃她一下 我母親上個月才被撞 對 我公關卡是不是都斷掉了 小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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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了 趕快回家 回家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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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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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 好 好 好 他在你身上 我老公 我不要再給你載了 為什麼 很危險 你都沒有遵守交通規則 老師說要遵守 你這樣我要走回家了 我有遵守 我騎車又騎不快 而且這條路 我都騎了三、四十年 很習慣了 就習慣了 你不行啦 電視新聞上有說 老人死亡人有一半 是因為騎機車發生事故 我不要爺爺死掉了 我做爺爺的 也不應該讓小丸子擔心 到底有哪些違規的行為 會造成老人騎車族嚴重死傷 我們來看一下 爺爺這章就是 老人騎車族造成我們史上最嚴重的 五大造死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問路人 對 老人騎車族 五大交通事故造原因 猜猜哪一個是第一名 左轉彎位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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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都選左轉彎位依規定 為什麼選左轉彎位依規定 早上就遇到 左轉彎沒有依規定 對 機車沒有帶轉 就直接過來 對 你有嚇到 有嚇到 我在閃他一下 你走路 我開車 你開車 我們去開車去坐捷運 開車去坐捷運 然後不敢來進來台北市 對 拜託 台北市有那麼恐怖嗎 來一下會怎麼樣 都擔心 因為台北市 新北市來台北市 都會享受台北市資源 然後不敢騎來台北市 台北市有那麼恐怖嗎 我爺爺怎麼換人呢 不是 我曾經幻想自己 你曾經當過台北市長的 不會換一下 所以你是覺得左轉彎位依規定 對 曾經遇過持機的例子 台灣機車很喜歡這樣 就突然轉了 對 這造成... 對 突然想到就轉了 對 然後我們老人家反應不止 不要說年輕人 我們老人家都反應不止 你有遇過什麼狀況嗎 就是沒有兩段是左轉 就突然就要跌過來 你被撞過 有 有 這是他遇到的案例 位於兩段是左轉 這個 這個 位於不一定讓行車 絕對是這個 唉唷 永遠都那個轉彎的 或者是他們 這樣子應該讓執行車先行 而且轉彎就忽然就插進來 或者是跟換車道這樣都很危險 我母親上個月才被撞 對 那為什麼呢 就... 就一台車子 他... 我媽媽是直行 然後他就忽然間 右轉 右轉 他就撞到 然後... 你媽媽是... 騎車 對,騎電動車 唉唷 那個被... 被車子撞到那一定很... 然後就... 頭啊 公關股就是都斷掉了 唉唷 真的很累人 這是我照顧的 就是照顧他是真的照顧到 真的喔 對啊,你看看 這就是有親身經驗 所以說這個 騎車開車的人喔 他稍微注意一下 不位於規定讓車是怎麼樣呢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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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蚊子 妳們怎麼樣 好痛耶 妳怎麼會摔出去啦 沒有 妳就不能這樣子 在這個入口處的時候 散紅燈會有這個讓跟停的標誌 那時候代表煮蛋到有車 妳就應該先讓它過去 妳腦袋瓜沒有摔壞 妳竟然這麼懂交通規則 還好 我選為依依左轉而已 好 女生是說為保持行車安全監距 為保持行車安全監距 是怎麼樣 小蚊子 還好書包沒怎麼樣 爺爺 你怎麼又先救書包不救我 我要被你裝受傷了啦 很痛耶 你不能在車中間鑽來鑽去啦 行車的時候要注意安全間隔 跟安全距離 這樣你才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做反應啊 書包沒... 去... 帶我去看醫生啦 對... 來... 我背書包 妳帶爺爺去看醫生 是妳受傷喔 我帶妳去看醫生 妳有這個實際的例子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大部分騎機車人 或者開車人 沒有保持安全監距離 然後就會發生狀況 喔 這種狀況比較多 我騎車的話 因為載小孩之後 比較要注意這個狀況 我覺得應該是第一個 第一個 那妳就把貼紙貼上去 違反號次管制或指揮 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其實在鄉下很多 譬如說可能工業區啊 那種比較鄉下的地方 那可能因為馬路比較大 等紅燈會比較久 那有些老人就會覺得說 等紅燈那麼久 又沒有車 那就直接過了啊 所以通路燈是參考用的 對 參考用的 對 很多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就很容易 就直接發生 尤其是在那種 比較沒有人的路端 尤其車速也比較快 對啊 那如果可能天色混亂 看不到的時候 也很容易有這種情況發生 對... 對... 這個都實際的例子 對... 妳是故鄉是住雲林嗎 對... 差不多那邊 對... 那裡路都很大條 對... 常常會有大車 直接就... 高速開過去 高速開過去 然後車... 人車就... 就... 就被撞到 這很危險喔 好 這個 違反號次管制 違反號次管制 對... 自己走 自己走 他沒有鋪走 沒有鋪走 沒有鋪走 我跟你講 爺爺喔 有一次啊 騎車喔 遇到紅綠燈喔 但是... 然後呢 我就想說 那個紅綠燈 四周都沒人啊 我就給他騎過去 結果警察就出來 嗶... 還下來... 你是沒有... 警察就問我說 你是沒有看到紅綠燈喔 我說我有看到紅綠燈 但是我沒有看到你啦 好 這是我們老人家 就是僥倖的心理 這不對喔 謝謝 謝謝 你回去可以把這五樣 都提供給老人家 教他們要注意一點好 對,這五項會造成交通事故 最大的 謝謝 謝謝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好 好 就是很多老人家騎車 是從來不會看的 嗯 對 所以 這個是說 這種轉彎路口 其實很容易遇到那種 大型的車輛 對 所以 自己自身安全 也會 有很大的危險 但是 起步位 注意其他 車人安全 是怎麼樣呢 好 好啦 我馬上搞 馬上搞 馬上搞 哎唷,撞到人了 哎唷 人呢 我 我的家 駕駛應該要先注意車前狀況 起步時要先打方向燈 再來看後照鏡 再來轉頭查看後方有無人車 這樣才能避免事故發生 小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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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爺爺不好 你怎麼去世了 爺爺我在這 在夢裡 我竟然 違規把你撞到 哎唷 都是爺爺不對 所以爺爺也要故意交通規則啦 起步位 為助 其他車人安全 好 那你給他貼下去 有遇過這樣的情況嗎 起步會注意其他車 對啊你起步沒有注意 然後突然爆衝 起步會爆衝 對啊 那你曾經這樣撞到人 我沒有 我都要幹 你也學到經驗 這個要注意 這個起步真的突然爆衝 對你沒有注意 然後你就 有時候煞車沒踩 踩成油門 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很嚴重喔 所以你是因為這樣 就不開車了嗎 不是我還是有開車 還是有開車 但是你覺得起步會注意其他人 車安全 是最重要的一個交通事故的原因嗎 沒有啦 還有那個走轉位依規定 也是很重要 但是你覺得這五樣是這個最重要 這個也是很重要 我是覺得這個最重要 你要改答案嗎 你要改為保持行車安全監據 還是 你要改左轉位位依規定 你要改為左轉位位依規定 對 我覺得是這一個 起步會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你自己有什麼實際的例子 就是會 他們會很突然的事情 完全不在大家預期內 就會瞬間 就會來不及 爆衝 對 你有曾經這樣被 被嚇到 被嚇到 還好沒有 還好身輕體鑑 撐住了 撐住了 所以他會覺得起步會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是覺得是肇事的第一名 因為 來不及防範 停在那邊 突然爆衝 或突然就 突然就左轉 或突然幹嘛 突然幹嘛 他就想到什麼 他就會直接來 對 小丸子爺爺 來 一群人也好 你們是學的 違反號是管制或主人 有遇過什麼狀況嗎 就是不管指揮 教通警察跟警察 很強 教通警察在指揮 他也不管 他就直接破除 後抗個不斷 對 所以他們都是 邏家未來的主人 他們準備要考大學 所以說這個人車安全要很注意 好 希望你們把這些五項 都回去可以跟老人家講 跟爸爸媽媽講 這是造成老人機車主 五大交通事故 很主要的原因 好不好 好 祝你們吃東西玩藥 好好用功讀書 好 謝謝 祝你們金榜吉利 謝謝 太好了 我們這一次的路訪 行人都很配合 對 大家都看到小丸子 都願意接近你 我們現在來統計 剛剛路人所選的 老人機車主 五大交通事故 趙英 哪一個是第一名 剛剛我們街訪的這些民眾 一個是左轉彎為一規定 1234567 有7票 第五項 起步為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1234567 也是7票 這兩項 高居第一名 對 第二名當然就是 違反 耗製 管制或指揮 12344票 那第三名的就是 衛意規定讓車2票 衛保持行車安全檢舉 也有2票 這是路人所覺得的 造勢的原因的前幾名 那我們現在要來公佈 實際上 那爺爺你覺得呢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衛意規定讓車 因為我們常常有 師傅就是 車子靜止在那邊 後車就追撞過來了 那就是為保持安全距離 我們現在來公佈一下 好 統計於104年到108年 近五年 高齡者騎乘機車事故入口 側狀造勢原因的總和 我們來看看前五名 第五名是什麼 第五名是 6000多件 起步為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剛剛這個在第一名 對 他們票選是第一名 提票 可是這個 統計這個是第五名 對 有609件 那第四名呢 來看一下 會保持行車安全間距 有8181件 對 也很多 那第三名 是 違反號制管制或指揮 對 是有10376件 這個剛剛是在我們的第一選項 對 也很多人選 也很多人選 違反號制管制 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是 左轉彎位移規定 對 有一萬零八百三十一件 就是剛剛他們講的 就是兩段式 兩段式沒有 他想到轉就轉 沒打方向 這個常常會遇到的 對 這是第二名 高達第二名 第一名呢 第一名三萬次耶 三萬 違規定讓車 三萬四千九百九十六 耶 爺爺答對了 爺爺好厲害 因為我有開車 我開車到現在 我已經累積九十萬公里了 所以說我在路上開車 我就覺得 唯一規定讓車 這個是造成事故 經驗累積出來的 經驗累積的 對 這五項其實都很重要 要回去好好的 教導我們老人家 尤其像我這種年紀 我們已經是反應不及了 所以說一定要告訴他們 這個入口造成原因 造勢原因 這五項都很重要 要多多注意 對 如果身體有不適的話 可以請家人接送 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不要開車或騎車喔 對 很重要喔 注意交通安全 才能夠避免遺憾的事情發生喔 真的不能忽視 老人機車主的問題耶 大家如果看完這支影片 記得分享給家裡的長輩看喔 而孫丁寧有在聽 老人上路有神柱 有葬心中排居 想知道更多交通安全知識 請搜尋交通安全入口網站 樓邊在演喔 對對對 我把旦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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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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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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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